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人号为上半身的一个合体造型似乎是上一次在猎人号的说明书当中没有看到的一个造型 那我在直播间当中围观听说是要将猎人号的这两条腿进行到拔插 然后互换方向之后再进行一定的旋转角度调整 可以变形成这样一个有点类似于盔家小队中肿蛙的一个造型 而翻到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它的一个宇宙飞船造型变形成方块的形态一共是需要25步 除此之外包装内所附带的就是这样的重用插接零件 还有就是这样一卷可以供自己发挥的带有AMTS字样的胶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木人号的主体 从包装当中拆出来就是这么一个航天飞机的一个造型 那么刚拆出来的时候这几根黑色的轴方向可能会是错误的 大家需要自己来调整一下调整成为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样才能使我们后面的这两半以及这边这两半这四半给比较整齐的拼贴在一起 通体主要是以黑白搭配为主 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银灰色的涂装点缀非常具有科技感 包括这边有点橙色的涂装 这边也有一个探索的字样 头部这一块用蓝色的分色做出了类似于 驾驶舱的感觉 而上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code08的字样 代表着它是全能小队的第八位成员 而如果我们将它翻到底部 也可以看到非常整齐清晰的细节刻画 旋转下来我们仔细看一下 可以发现身上有多处的这样的小插口 可以供我们进行到和别的万能侠的拔插互动 或者说搭载支架进行到展示 而我们转到木人号的后方 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个数量的喷气口的刻画 整体的造型我个人认为非常的具有科幻感 并且这一次代工厂是天坤 航天飞机的造型握在手里的质感相当的不错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木人号 怎么从航天飞机变形成匣子形态的 首先我们先看到侧面 黑白两片我们将它上下分离 再将已经掰开两半继续左右分离 分离开的四条分别沿中间这一段关节 我们给拉开来 而每一条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左右有两片机翼 我们向内旋转贴合收纳 每一条中间段我们沿着黑色关节旋转180度 将两侧我们沿轴外翻 随后再沿着一块旋转180度下下 两根黑色的桩我们先按推到底 我们先看到这四根长条的其中一条 给它拉出来完全的拉直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根轴 将这根黑轴完全按压到底之后 我们再沿着内侧第二段旋转关节 向上旋转 再将白色板件向下按压 第一次变到这边的时候 可能会感觉有点蒙圈 其实我们只要将旋转关节给90度 折起来之后 里面折叠的角我们贴合到面就可以了 那么在四个面都变完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缝隙 如果说这一步大家内部这根黑色轴角度调整没有问题的话 是可以这样比较完整的合缝在一起的 如果说不能很好的合缝在一块的话 应该就是里面这个轴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变到了这一步为止 我们就将它旋转上来 看到上面露在外面这四根 先将另外的三根掰开 依旧还是先看到其中一根 我们将它旋转调整一下角度 注意我们这一步是一定要旋转白色板件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将黑色的轴 我们这边有个缺口 刚好对应到这边的一个凸起来的斜口处 这样可以给它完美的贴合一下 我们再来旋转一下 调整一下白色板件的角度 随后我们再次凸摇进行一下结合 随后另外的三根也是依次这样调整角度 旋转向下 然后涂凹结合 好了 那么到这一步为止 我们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然后按压一下 调整一下匣子的缝隙 匣子形态的话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每个面都有 对隐形还是喷射的装置有进行到标号 有点类似于企鹅的样子 1234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一圈的表面 四个面都是飞机形态下的尾部 被包在内侧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就是说完全隐藏着的四个面 在匣子形态下完全的展露了出来 看着也是非常的工整 看到匣子底部依旧也是密密麻麻的一个喷气口 这一次匣子形态 我个人是感觉六个面都非常的整洁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以任意一面作为封面 进入到匣子当中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我们也还不能那么早 将它收纳进匣子当中 接下来我们将它还原成一个航天飞机的造型 然后要来给大家展示的是 从这样一个造型变形成合体形态上半身的一个造型 首先依旧是将黑白的两个部分我们给分离开来 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变形 那最好是这一块给它拔下来 下方黑色的部分同样也是拔开 机头部分我们看到两侧是有这样的连接感给它翻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先放到一边 取出刚才拆下的其中一边 首先呢先是给它上下分离开 然后同样也是这一边的这个轴我们给它拉直 看到下方这一根向下旋转90度 底部呢我们向外旋转180度 随后两片机翼已久是扣合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块有这样的黑色 建议是大家用大拇顶住这一块 这边呢再用手指按住这一块 将里面这一根黑色的板件给翻出来 一整条翻出来之后 我们再将两个尖端的这个手指部分 向下翻 那随后呢我们来看到上面的这一条 后面这一段连同黑色连接感一同旋转 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同样这一段黑色连接感呢也是像变形成匣子形态一样 那这一边的斜口对应到这边的一个凸起 我们贴合一下变成这样的一个角度 然后再将这一块呢我们沿着关节旋转上来 最后看到中间这一块接口处 我们沿关节旋转180度 这样一只手部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另一边我们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到变形 那两只手全部变形完成之后呢 我们取出刚才变形出的这个鸡头 叫凹槽 我们对应到鸡头两侧刚刚翻出来的这个凸起 安插一下 好了这样我们就算是将它变形成了一个合体形态的上半身造型 这个造型呢我感觉还是蛮酷的 这边呢作为一个头部 然后手部呢也是有着多段的旋转关节 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到角度的调整 中间这一段黑色轴呢也可以作为是一段双关节 进行到很大幅度的角度旋转调整 手部由于是变形的需要 可动幅度也是非常大 并且也是在稍后会变形成它的一个脚底板 那关节的紧实度是没得舒服 我们可以用它来夹住配件包当中的这个袋子 是完全不会透露的 背上这一块我们可以作为肩甲 或者说是喷气式背包的 我们同样也是可以进行多段的角度旋转调整 这个机翼呢 也可以根据个人看是否要收起 或者我们可以加旋转向下 贴合作为一个背包的造型也是很不错的 那这个呢就是根据个人进行到摆设了 那么这样一个酷券的合体成为上半身的造型 大家能够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好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木人后还原成航天飞机的造型 那这一次呢是要将它变形成为月行者的一个腿部 变形步骤依旧还是将这两半先掰开 然后呢我们刺条再一次的给分离开 刺条的这一块呢我们依旧还是先将这个连接杆给撑起 推直 最后我们看到中间这两根带弧度的一个轴向外翻 然后翻的同时啊我们再旋转一下这个角度 然后向后旋转 我们就保持到这个喷气口是和这个机头对的一个方向就行了 随后呢我们也是调整一下中间这个轴的位置 将这一段呢按压到底 然后这一块也是保持一个翻转上来的一个角度 随后将白色的两边我们先上上推 黑色这边也是相同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自行选择说是拿哪一侧作为它的腿部了哈 要变形成小腿部分的这一块呢我们向前旋转180度 然后机翼呢也是前推 贴合一下 我们再将这一段用同样的方式给顶出来 再将这两片向下旋转 成为它的一个脚掌 随后我们看到上方的两条都一样关节旋转180度 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块有一个黑色的轴给它旋转调起来 那这样呢就可以对应到猎人号 变形成的上半身腰部的一个凹槽处进行到结合 好这样我们就算是完成它变形成跃行着脚部的一个变形过程 后面这两段呢同样也是可以根据个人进行角度调整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像 与前面相同的方法变成一样的脚 然后给撑在地上作为一颗四角的机器人哈 整体呢这一块的可动就是跟刚才上半身的形态一个手部的可动是相差无几的 那同样也是由于这一段的这个关节紧实度非常的紧实 那就一致我们在人形态下脚部的接地感觉还是不错的 不要看这个只有细细的一条 但是站的还是蛮稳的 尤其是如果说你怕不稳的话要摆出一些比较夸张的造型 把后面这两条我们也是可以顶出来 变成一个脚掌 这样的话 应该站立或者摆一些再夸张的造型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由于最近正在搬家猎人号不在手边 所以说在这边呢无法给大家进行到一个合体的展示 但是呢那一款猎人号的材质和一个把玩手感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整个合体的造型呢以及更多的玩法可能就需要大家拿到手后自己进行研究开发了 好了那现在呢就是真正的可以将它收纳进匣子当中了 那么这一款月球小队的猛人号 首先玩法无疑是非常的丰富的 一个航天飞机的造型确实是非常具有科技感非常的漂亮 那瑕疵形态变形出来六个面呢也确实是让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挑 那整个的变形过程我个人认为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实际上说把玩之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虽然说这可能每四分期的变形设计都是相同的 但是掰起来我依旧是觉得非常的好玩 同时按照官方的说明来看呢是可以变形成月行者上半身以及下半身 但是其实此外呢我们通过拔插也可以和其他的全能小队进行一些合体玩法 那这个玩法呢实在就是数不完了 总而言之这款木人号变形设计我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个形态的美情度我也可以给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也是非常期待赶紧翻出我的一个猎人号进行到合体展示 好了这就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开合把玩的来自 玩推斯万能侠系列的NB25号木人号 如果你也喜欢木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 又有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是海岸期内的三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